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好 那個 我們的這個這個這個 風都日記 夜魅 千魂 第三% 第三%會不會一樣呢 我猜應該是一樣 天哪 這是要玩幾次啊 好 我們直接過關 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 是Bug嗎 還是我誤解的 真的不太懂這邊的 是為了拿符咒嗎 喔 有可能喔 有可能只是為了拿這個吧 好 解除霸體狀態 嗯 嗯 為了拿這個道具吧 嗯 得陣 啊 真的是 對 沒錯 應該是拿這個道具 好 我們來實戰一下這個道具 我們先存檔啊 打探 因為我想把那個阿力 好 我們拯救一下護衛天山 因為在後期就是最後一關 跟大混戰的時候呢 那個 卓仁青 對 是卓仁青嗎 他有一個 天賦 他每次只要隊友死亡 都會獲得一個霸體 那很麻煩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符咒可以破除他的霸體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隨便用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可以 可以順便攻擊敵人 然後解除霸體的狀態 好啦 那我們順便把這關 打完好了 上門釘被改弱了 不然應該是一級必殺小兵的 不過官方也真是的 就等到這個時候才出更新檔 大家那已經破完了 跳進 躂 因為我一直想說那個夜魅千魂是可以拿到什麼 連裸的專屬武器 我一開始是這樣認為的 結果發現好像不是 應該只是為了拿符咒吧 因為霸體這個附加效果有時候真的是挺麻煩的 好 還有這一隻 我的屁啦 好 剩最後一隻 好 那我們這裡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主要方的圖片按個訂閱 歡迎來到粉絲按讚 一中這邊的消息 謝謝大家支持收看囉 謝謝掰掰